妹子被两个士兵用铁链绑住 接着把她锁在一个大石球上 妹子惊恐万分 因为这是一场祭祀仪式 只见祭台上出现一团蓝色火焰 幻化成为一只可怕的怪物后 下一秒妹子就被火焰所吞噬 直接变成了一具干枯的尸体 看着这残忍的一幕 身为神之女的米拉 只能暗处眼睁睁看着妹子被杀 而造成这一切的霍原 就得从天界叛神说起 三个女神为了摆脱宙斯的管制 悄悄用神力偷走了七个霹雳 而诸天宇宙的运行轨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地球与月亮将在一个月后发生相撞 届时所有人类将会被毁灭 为了阻止灾难的发生 米拉找到好姐妹穷 邀请她与自己寻找解救地球的方法 很快他们来到一处祭坛 米拉运用自己微弱的法力 终于与天界的先知取得了联系 米拉在先知口中得知 想要整部世界 必须找到宙斯之子大力神科勒斯 只有得到科勒斯的帮助 共同找到被判神偷走的七个霹雳 才能有机会挽救世界 但米拉并不知道科勒斯的位置 先知却告诉他冥冥中自有安排 米拉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能等待科勒斯的出现 另一边 宙斯为了寻回七个霹雳 直接将大力神科勒斯唤醒 并将他派往地球拯救人类 在宙斯的安排下 科勒斯很快来到地球 第一站就遇见了一个树妖 这个树妖十分的不禁打 与大力神只是一个照面 就被科勒斯给打死了 树妖死后 直接变成了一道闪电 就这样科勒斯拿到了第一个霹雳 当科勒斯得到第一个霹雳后 叛神很快收到了消息 为了阻止科勒斯拿到剩余的霹雳 他们打算复活 曾让大力神吃饼的米修斯 于是费罗拉女神召唤了普通戈肺 戈肺人如其名 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而且十分的艰险狡诈 只要给族报仇 他能干任何事情 很快他被费罗拉带到了一具棺材旁边 男人举起小斧头 劈断两根铁链后 接着掀开棺材板 没想到里面是一具骷髅 男人以为完成了任务 直接向费罗拉索要报仇 没想到自己却被阴了 反被费罗拉施法致死 因为费罗拉的目的 就是利用小人的血液 复活棺材内的枯骨 在一番操作后 枯骨瞬间有了血肉 很快便从棺材内爬出 然而面对众神 他并不惊慌 反而质问神明来打扰他干嘛 当叛神说出来意后 米修斯直接表示同意 还承诺一定会杀死大力神的 盼神们非常满意 还赋予了米修斯 更加强大的力量 另一边 克勒斯顺利地遇见了穷 在穷的口中得知 米拉目前状况很危险 为了救出米拉 克勒斯不敢再干戈 直接来到了米拉被抓的地方 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 才刚刚救下米拉 他们就被一群泥巴怪给包围了 好在克勒斯伸手不凡 天生神力 一拳一个小朋友 打得泥巴怪不要不要的 但对方人数太多 加上身边还有两个妹子 克勒斯只能带着他们躲进山洞 奇怪的是 洞内似乎有某种魔力 尼巴怪根本不敢靠近半步 克勒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带着妹子先逃命要紧 进入洞内深处后 他们遇见了名叫欧绿的女人 欧绿表现得很和谐 但克勒斯可不敢放松 就在他们走到一处地方后 欧绿突然就消失了 随后墙上窜出了几道光影 虽然克勒斯一拳一个 但米拉姐妹俩打起来却很吃力 不过好在克勒斯动作比较快 很快就解决了光影 光影被击败后 欧绿终于出手了 他直接变成了一具怪物 遗憾的是 还是被大力神砍掉了脑袋 欧绿死后身体也变成了一道闪电 就这样第二道霹雳到手 三人出来后 没走多久就遇见了奇怪的事件 这里每一棵树上都挂有一具玩偶 为了尽快查清来龙去脉 他们分成两组分别行动 很快克勒斯就遇见了一具灰动的玩偶 在一番打斗下 玩偶被杀后也变成了一道霹雳 不久后 他们来沙滩边 因为第四道霹雳是一团圣火 只有得到海洋之心 才能克制圣火得到霹雳 见到海洋女神后 女神也清楚他们的目的 很快便把海洋之心交给了克勒斯 得到海洋之心后 他们上岸寻找穷 却发现穷不见了踪影 在神的指引下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穷 并发现第四道霹雳的踪迹 得到海洋之心的克勒斯 丝毫不惧怕圣火 很快就将生活积成碎片 从而拿到了第四道霹雳 另一边 盼神们也慌了 如果大力神筹集七道霹雳 毁灭人类的计划就会泡汤 于是派遣费洛拉找到米修斯 让他尽快去对付大力神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米修斯投靠了暗黑之主混沌 早已不再是他们的工具人了 老头掏出一把冰箭 只是轻轻一挥 身为天神的费洛拉 瞬间就被强大的力量冰冻 另一边 为了得到第五道霹雳 他们来到一处神殿 米拉进入神殿后 立刻就被吸进了空间 而外面等待的克勒斯 却遭到了盼神手下的攻击 米拉的解密琼当场被击杀 克勒斯也被一张大网给抓住 克勒斯被抓后 米拉才被放了出来 原来是神在背后保护了他 奇怪的是琼命命被杀了 却在米拉被放出来后出现了 在琼的口中得知大力神被抓后 米拉释放了神交给他的魔法 就在大力神快被击杀的时候 他突然得到了米拉释放的神力 只是一瞬间 立刻就反杀了蜘蛛女 并在他身上得到了第五道霹雳 另一边 盼神得知费洛拉被杀后 想要改邪归正向宙斯认破时 米修斯找到了他们 除了美神维纳斯外 其余两名当场被米修斯击杀 米拉根据神的指引 很快来到了第六道霹雳的旁边 奇怪的是 这道霹雳非常容易的就拿到了 就在这时 琼突然叛变了 原来真正的琼早已死去 身边的这位 其实是米修斯制造的傀儡 趁克勒斯不注意 偷袭击杀了大力神 还顺便抓走了米拉 就在米修斯前脚刚走 神母赫拉来到了大力神身边 不仅复活了大力神 还赐予了他坚不可破的神盾 很快大力神与米修斯再次相遇 两人一见面就开始大战 结果不必说太多 最后以大力神的胜利而告终 但目前他只聚齐了六道霹雳 还差一道才能有机会阻止地球被撞 但神域显示七道霹雳已经聚齐 就在克勒斯疑惑之时 赫拉说出来真相 原来米拉就是第七道霹雳 米拉为了拯救世界 但愿牺牲自己幻化出霹雳 最后七道霹雳融入大力神体内后 靠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最终阻止了地球与月球相撞 世界得到拯救后 大力神归位 故事也到此结束